好来看到花莲市长魏家燕之前 来到明义里大城村 探望因离癌没有办法工作的林先生 除了协助申请社会安全网急难救助金之外呢 也指示了社劳客同仁来协助申请重大伤病的证明 以及相关的民间企业的补助 来帮助林先生在修养的期间不治生活辛苦 住在大城社区的林先生 罹患口腔癌开刀 出院之后还必须接受放射化学治疗 伤口让他只能够用鼻胃管来进食 林太太也因为要照顾他必须暂停工作 家里头失去了经济来源 事工所接获通报 日前由市长魏家燕亲自前往关怀 也发给社会安全网急难救助金 今天到我们大城后 也是我们明义里的社区后 关心一下我们有社会安全网的 我们访视的一些好朋友 那就是因为口腔癌的病情 导致工作其实有一些 没有办法工作的情况 那今天也跟我们社劳客 以及工作的同仁 那来发放我们职爱基金 那在未来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转介其他的一些 社会的一些福利 给我们的家属 亲友 那也希望说好好的照顾身体 那在未来也跟我们所有市民说 如果有这个社会安全网的部分 都可以到我们社劳客 做一个申请的一个动作 那也希望 不管是在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们也会协助其他的一些 不管是社福团体 或是一些社会的资源 我们都会来寄注 给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市长魏家燕表示 民众如果发现有家庭或个人因素 突发状况导致生活陷困 需要外界协助 请大家可以赶快向当地的里长 或者是里干事来通报 透过事工所的关怀和转介 希望可以帮助民众 战渡难关 战渡会幻市报道